《飞狼》男主角詹麥克文生《心臟周庭病》是享受74歲 主演1980年代美國知名影集《飞狼》的男主角詹麥克文生舉案Mitchell Vincent上月10日因為心臟周庭在北凱羅來納州的醫院去世,享受74歲。 據美國好萊塢報告取得的文件顯示詹麥克文生的死亡證明在上月10日開出此因是心臟周庭。 詹麥克文生生前沉溺於藥物亂用於酒精,更曾在1996年發生過救駕導致自己受重傷,生代也受損。 2年後又再次發生車禍,她在2012年因為六腿感染遭到截肢,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,今天則傳出世事消息。 詹麥克文生的演藥物亂用於1970-1980年代,除了電視影集《飞狼》她曾憑藉電影《返鄉》1971年和迷你影集《戰爭之風》1983年,中的演出讓自己獲得兩次金球獎提名。 詹麥克文生在2002年開始但出演一圈,2009年正式退休,並據英國BBC報導,詹麥克文生在全盛時期的片酬,曾經高達一級20萬美元,約星台幣600萬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